把阿比伯比伯哥放鬆 对 今年八岁的江宝乐罹患了水脑症 他的头是一般人的两倍大 出生五天就被阿公阿嬷领养 虽然不是亲孙子 他们也投进退休老本为宝乐求医 只要人经济买得起了什么 我都买给他 哪里有告诉说可以救这个 老积水的人我们两个背包一杯 就走就去找医生 今天你跟我们分享静思语好不好 泉州慈激志工从2015年开始定期关怀 原本不太讲话的宝乐 却非常喜欢静思语 渐渐笑口敞开 赶快要都说好话 还有什么 行好戏 行好戏 做好人 做好人 你看上年 西公上年的三好三业 你就会很懂 宝乐就是家里的开心果 阿公阿嬷岁数加起来都快两百岁 照顾他虽然吃力却甘之如鱼 他好像也帮助我们 在休闲路上 他好像也能跟我们一起修行 一起学习 宝乐虽然才八岁 但说出口的话却充满智慧 而他也有一个心愿 你会走路的呀 要做什么 要做饭事 管顾众神要跟丹如阿加月 最关键的就是要好体来 大爱新闻 限运伤温国家福建报导 明天